一架美军潜巡者喷气式飞机超低空飞行 高速切断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缆车缆锁 随后20名游客坠地身亡 到底是所谓的例行训练还是浪荡一日游 被烧毁的证据中又隐藏着哪些线索 是飞行员操作失误还是雪地大屠杀 如同儿戏的军阀审判又引起了怎样的公分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98年2月3日下午3点13分 美军陆战队一架喷气式飞机 正在低空飞越意大利的多罗麦特山脉 突然飞机的右翼撞上了缆车的缆锁 接着飞行员紧急拉升迅速逃离 飞回了空军基地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缆车里的20名游客 因为他们的疯狂行为已经罹难 此次所谓的例行训练飞机 在意大利北部阿维亚诺美军空军基地起飞 下午1点 飞行员约瑟夫和领航员施维泽 开始计划飞行路线 并模拟演练飞行状态 他们要驾驶的飞机是4座喷气式飞机 雷尼和习贵夫将坐在后座操作电子干扰设备 他们隶属的美国海陆飞行中队 由北约组织部署在波斯尼亚附近 而今天的主要飞行训练动作是低空击飞 下午2点35分 潜巡者喷气式飞机离地击飞 此时天高云淡正是飞行和滑雪的完美世界 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出 阿维亚诺以西90公里的费耶美谷 其中便坐落着山间小镇卡瓦来塞 这里每逢冬季都会聚集大量的滑雪客前来 下午2点45分 雪坡上人潮满满 而此时的潜巡者接到指令 他的飞行高度距离地面不得低于305米 巧合的是正当其下降时 雷达高度计竟然卡住了 自然此时如果飞机高度低于标准时 飞行员将不会听到警告 正常情况 飞行员会将仪器重启归零等待恢复 若仍无反应 飞机必须离开低空航线 但此时的飞行员却选择了无视特殊情况 继续低空飞行 下午3点07分 潜巡者高速接近加尔达湖 而此时卡瓦来塞的缆车也是正常运作 滑雪者通过其往返于雪货和小镇之间 进入肺烟美谷的美军飞机 仍然没有因为雷达高度计的失灵而离开低空航线 而是向着满载乘客的缆车高速而来 下午3点13分 当缆车来到距离谷底大概100米左右时 高速飞行的潜巡者领航员突然看到了眼前出现的缆车缆索 当时喷气式飞机的时速超过870公里 这个碰撞瞬间切断了直径6公分的缆索 受损的飞机两具引擎起火 嘶叫声在鼓区回答 接到报警后 卡瓦来塞的消防队立即行动赶去救援 而现场的惨况着实令他们大为震惊 缆车完全变形 大片血迹渗透进了哀哀白血 而扯断缆索的潜巡者喷气式飞机 于两分钟后返回了阿维亚诺空域基地 另一边在救援现场的消防员变寻了缆车残骸 结果他们没有发现一位生还者 此时回到基地的飞行机组 从他们指挥官那里得知 他们不但损坏了飞机 还由于他们的卢网飞行撞上了缆车缆索 导致了20名游客因此丧生 第二天一早 这起事故自然成为了全球焦点 事故中的20名罹难者也查明分别来自6个国家 外界的情绪持续高涨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答案 此时意大利方面也立刻表示 会马上查出事件原委 调查工作随即展开 但凡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事件 均受到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处的管辖 意大利方面无权插手 说白了这就是自己管自己 随后特别探员马克、菲迪、卡瓦来塞 针对此事 意大利当地开展了大批针对美国的抗议活动 并且当地媒体也对美军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此时外界普遍认为 按照美军的一贯作风 他们肯定会包庇当事人 海陆飞行员将不会被追责 结果不出所料 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司令官 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 他把海军犯罪调查处的调查权 直接转给了海军陆战队 并令其主管此事 当然犯罪调查处的调查员 还要为海军陆战队做事 并接受其领导 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事 美军玩得很溜 如今在海军陆战队的指挥下 调查海军陆战队致人死亡事件 一起展开 不过调查员的工作还是要做 首先一个问题必须给公众回答 飞机怎么会撞上 比最低飞行高度还低了190米的缆锁呢 在潜寻者的飞行资料记录器 被送去进行分析的同时 海军犯罪调查处的调查员 检查了飞机雷达高度计 结果显示其读数没有误差 规格正常且运作正常 接着调查员找到了机组 带上飞机的摄影机 离奇的是里面的录像带什么也没有 这让调查员非常不解 若非是空白带 就是影像已被洗掉 这也就说明机组人员 隐瞒了一些飞机上的事 而随后找到的一块玻璃纸 证明机组的确更换了一张空白带 曾经记录了内容的录像带不见了 随后分析后的数据记录器显示 这架飞机曾不止一次违反了 305米的最低高度进行低空飞行 同时驾驶员约瑟夫的飞行速度 也多次超过了时速830公里的限速 显然低于飞行高度并且超速 是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调查员的发现被送交给海军陆战队高层后 陆战队以这可能是起诉犯罪的根据为名 提起了内部调查的申请 自然申请批准的很顺利 飞行员得到了畅所预言的机会 并且他们所说的都不得作为呈堂证图 当然此事单凭海军陆战队还是兜不住的 它已经升级为了外交事件 随后身居白宫的克林顿发声 表示一定会尽全力查明真相 消除意大利人对他们寻思的疑虑 当然这源于早些时候 意大利总理表示 如若此事没有客观查清 美军将无法再在意大利驻军的生命 如果失去在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对于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要求是致命打击 所以这份调查报告必须要公之于众 海军陆战队上校大佛 自然不想将犯罪处的调查报告直接上城 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调查 当然一番调查下来 客观原因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做低空飞行训练要每周进行两次 可是空军基地删减了经费 致使飞行员没有足够的经验 还有飞行员的飞行路线 特别是他们用到的地图 灾难中的缆锁并没有标示在地图上 自然这些责任必须由影像制度局承担 最后大佛又有了一个发现 关于低空飞行规范的更改 机组人员并未收到简报 致使整个飞行中队 只有一个人知道最低高度为305米的新规范 随后大佛综合了所有证据除了报告 特别指向了犯罪调查处调查的指向疏忽 他们认为受讯缩减地图错误 信息不准才是主要原因 是体制上的错误导致 不过陆战队的高层不这么认为 他们考虑的不是飞行员 如果责任在陆战队 美国则很可能失去意大利的所有空军基地 所以责任必须被分摊掉才可以 事实在这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空难发生一个月后 执掌调查的迪龙少将发表了调查报告 他保留了犯罪调查处的意见 立场站在了海军陆战队方面 决定将机组人员送上法庭 如果此时你觉得他是大公无私 那你就错了 这个决定是为了保住空军基地的万全之策 因为飞行员是会被遣返回美国 面对军阀审判的 随后检方以过失杀人罪提起公诉 如果不出意外 四名飞行员将分别被判处20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 当然驾驶员与领航员责任最大 未能确保定罪 检方和后座的两名机员交换了豁免条件 习贵夫和雷尼做了新的供述 他们指出飞行员和领航员在紧急降落后行为怪异 他们并没有赶快撤离 而是拿掉了摄影机里的录像带 换了一张空白带放了进去 后来据领航员解释 录像带里只记录了快乐的飞行经历 但当他得知有20人因此丧生后 在结合自己面对镜头笑的那一幕 他有些后怕 便向约瑟夫要走了录像带并焚毁了他 当然这是一面之词 检方相信他们明知是证据 却还要去销毁 这充分证明了飞行员的犯意 他们若真的按照飞行规定去飞行 就不会烧掉那卷录像带 卡瓦莱塞缆车悲剧发生一年后 军阀审判开始 根据证据 检方主张约瑟夫没有理由 降破最低飞行高度进行飞行 其行为完全超越了规范约束 应当作为灾难的主要原因 此时为了帮助约瑟夫逃脱牢狱之灾 便方找来了退休的海军陆战队空间定向能力专家帕特森 来解释飞行员降低高度飞行的原因 经过特殊地形的模拟操作 帕特森认为当时的飞行员将地平线的参考点搞错了 而雷达高度计因为卡住也没有预警 但他仍然无法解释他们为何在谷底急速飞行 以及撞上本该避过的蓝锁 最后帕特森得出结论 是地形让飞行员产生了幻觉 把在自己下方的物体误认是在其上方 之后飞行员做出了压低机头的动作 才撞上了航道外的蓝锁 不过在飞行员的训练中 判断与地面的距离不应该是基础课程吗 当你飞进谷区 看到的车辆道路和数目 这些本应该都能让飞行员感受到其与地面之间的距离 检方团队相信这起空难责任完全归咎于机组飞行员 但辩方却想将其怪罪给视觉的幻觉 想怪罪给飞机 想怪罪给飞行中队信息传递的不全面 辩方想要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最终飞行员约瑟夫和领航员的命运 将由陆战队的陪审团决定 说明一点 陪审团有多一半是由现役的飞行员组成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只花了七个小时便做出裁决 飞行员约瑟夫上尉没有任何罪责 当庭无罪释放 陆战队陪审团认定自己人无罪的事实 引发了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约瑟夫害死了二十人 却被无罪释放 美国的司法正义沦为笑谈 一名陪审团成员事后找到了检察官 暗示这是他首度因身为海军陆战队而感到羞耻 最后由于销毁了录像带 约瑟夫和领航员施韦泽 只因妨碍司法被判拘役六个月 暗示 裁正 北京 北京 濤